历史第三百三十一条 崇祯皇帝,并不是一个荒颜无度的君王,假设崇祯皇帝和天启皇帝换个顺次,那么,276年的明朝国座,非常有可能突破三百年,成为跳出历史周期律怪圈的存在,为什么这样说? 因为很显然的,如果朱有显接手明朝的江山早一些,那以为忠贤为首的燕党,根本不可能登上政治舞台,进而为祸天下数年,纵然崇祯皇帝不能力挽狂澜,让明朝忠兴,也绝对会让明朝殒灭的速度变缓。 后世所说的,明朝亡于宦官乱政,这是历史的教训,更是明朝的悲剧,而这个悲剧的开端,就是来自于明朝第三位皇帝,朱棣,众所周知,朱棣是通过武力叛乱,夺取了自己亲侄儿的皇位,从而登基为帝的,历史学家,对朱棣的政治成就,基本是采取了肯定的态度,把朱棣在位的统治时期,称之为永乐盛世, 但是,一个统治者,他不但要顾虑到眼下的天下治理,还要瞻顾到千秋之后的设计隐患,在这点上,朱棣就犯了一个非常大的错误,朱元璋建立明朝的时候,不要说宦官乱政,就是功勋卓著的元老们,也不敢飞扬跋扈,但朱元璋以一个政治家的朝远眼光,汲取了历史上王朝兴衰的教训,亲自下令树立祖训铁台, 规定,明朝太监,除了做些宫廷杂役,一律不准读书识字,更不容染指朝政,为者力感不赦,这就是为大明朝的千秋万事着想,从源头上以绝后患,朱元璋留下的诸多祖训,虽然有些是不合理的, 但关于太监的限制,真的是目光超全,所虑深远,可惜的是,朱元璋死后不到数年,这条祖训就被朱棣给破坏了,朱棣在篡位的过程中,得到了建文帝身边不少太监的通风报信,让他了解到很多南京城的虚实, 于是在登基后,朱棣十分信任宦官,那快立在宫廷的铁牌子还没生锈,他就替宫中的太监们开设了学堂,让他们读书识字,因为自己个人的恩宠,就枉然不顾可能留给后世的隐患,直到朱棣死前,他可能都没有像明太祖那样,认识到宦官乱正的隐患, 因为他的个人威望和能力,永乐一招并没有出现太监干政的现象,这也让他掉以轻心,不会想到自己的一个举措,会给后世带来什么,朱棣既然给了大明朝这道防止患患乱正的低案,先开了一个口子,那么这道口子就会顺着时间的流逝,开裂得越来越大,朱棣死后十一年,明英宗登基,在太监王阵的怂恿下,明英宗不顾朝臣祖建, 执意御驾新征,最后不但沦为蒙古人的俘虏,而且断送几十万明朝大军,更差点被蒙古人攻破北京城,明朝的国力,由此急转之下,而宦官乱正,也正式拉开序幕,汪石,刘瑾,魏忠贤相继登场,以至于,明朝,还是毁在了宦官手中,小编字述,专注古代正史趣恩,偶尔闲扯西游,每日更文,只求分享和关注, 感谢观看